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有问必答的环节 这一节为我们假答家庭观众问题的嘉宾 药材政却研究部经理陈米中,Jason,在我身边 Jason,你好 司律,你好 我们先听听第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邓小姐在这里吗? 在这里 你好,有没有顾问上问 各位支持你,你好 你好 我首先赞一赞药材的确是一间很好的公司 给到客户很大的方面,真的值得一赞 好,多谢 勇金那方面也是很公道 你会不会想赞一下我们的主持节目,主持得很好? 很好,很专业,很方便 分析完分析得好吗? 很好,尤其是郭Sir真的没得谈 他分析歌大致,我是他几十年的佣等 听话声不像几十年 对啊,不过我话声都不像 对啊,不如这样吧,回回正题,你想问什么股份? 我很担心,我看到报纸和手机那些资讯 就说内房股很不够 对啊,多些负面消息 对啊,我很担心,我担心了几天 终于今天忍不住了 我想请教主持,我2007也有几万股 但不算重 在我们的角度来讲不算重 3333也只有2万股 1109也有1万股 但是都是高位买入的 你能否告诉我平均这几只股份 大概买入价位在哪里? 3333先吧 3333我是4.18买的 4.18买的 这个1109华阳置地呢? 华阳置地是24元买的 是 那这个比较2007呢? 2007是4.08买的 哦 这样 其实我看到现在暂时有什么纳一纳 现在你最面上有些亏损的 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问一下 我想说沽出好不好呢? 就指舍离场好不好呢? 因为我看到报章报导 就是那些什么管理局 就是扣茶沙 扣茶那种行政 行政管理层的问题 是呀 传闻说他离开了 但他又说否定了不是这样 多些传闻 是呀 我想主持你帮我分析一下 我想指舍离场好不好呢? 好 我们继续看一看 看到暂时现在碧桂园的股价 就是3.09买的 2007就跌了3.1% 其实距离买的价位 其实现在刚刚差了1元左右了 Jason 你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内防股 充斥着不少的不利消息 你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指舍是否一个理性的选择呢? 坦白说如果你说手头上 你那个投资组合都有3只内防股呢 我都觉得风险是比较高的 当然我不是说内地的楼市去到今年 都还是很差的 只不过说近期一些负面的因素 特别是说一些事件来说 你都很难估计到 究竟接下来一只出事的 会是哪一间的公司的 因为好像今天这样来计 有一只六八八中海外都说 会被深圳那边 将他某些的住房单位 扣起了不让他出售 如果你说连一间这么大规模 这么有实力的央企 都是被人查 都是被人扣的时候 会不会连累到其他内房企业 未来都会有同样的命运呢? 但如果你问我 究竟你拿着这三只 是不是都会有个很高危的风险啊? 是不是都会有相关的问题呢? 就真的很难估计的 因为始终每一间公司 旗下的管理层都相当之多了 究竟他们有没有牵涉到一些 违规的活动啊 一些贪腐的行为啊等等 都是相当之难去到估计 但是始终如果你说现时都见到 我真的有越来越多房地产企业 特别就说那些民营企业都是出事呢? 那我自己的建议呢 就是说你三只里面呢 我都觉得是可以啊 沽着其中一只的 那如果你问我三只里面 比较防守性高的 就当然是一只一只零零九了 那这只就可以是保持住先了 但是反而你说碧桂园 或者是恒大呢 刚刚上一年呢 整体的那个表现都是一样的 碧桂园都曾经是有个公股行动的 那恒大亦都在两三年前就被一些外国的评级机构 来到说它的企业管治是出了问题了 那所以如果你说要做一个部署啊 做个止洩呢 那我都建议你可以选择在碧桂园 又或者恒大两只里面选一只呢 来到是沽出了先了 你看到刚才他提过了 2007他持货量就比这个恒大位置多的 如果要减轻风险的话 是不是要先沽了2007呢 2007那个账面亏损是比较大的 其实就是2007去到这些位置 都有点而是升不起的 那好像你说12月尾 它的股价上到三个半 那接着就很快跌回来 那当然如果你说现在要沽呢 我都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那看看来着股价有没有机会再弹高一点 可以去到三个二左右 就可以沽这一只2007先了 邓小姐可以考虑一下 减一减绑控制下风险 而Jason的建议就是将2007沽出 那股价位大概是没有机会反弹到三个二左右 Jason相信不少家庭观众 都好像刚才邓小姐手持上一些内房股 现在面对这些叫做不能预测的一些消息 一些负面消息 你觉得现在持有这些内房股的投资者 是不是都应该好像邓小姐那样 先减一减绑控制下风险呢 是啊就真的好视乎究竟 即是各位投资者是持有的量有多少 如果你说本身你有一百万 当中如果有四成至五成都是持有这个板块的股份 那我都觉得风险是相对高了一点的 那也都是可以建议一下 就是说将手头上面一半左右的股份就去到沽出 那不是说这个板块是差的 那只不过我经常觉得如果你说将这么多的比重都集中在同一个板块 而且这个板块近排呢 亦都是有负面新闻多多呢 那我觉得不是说很划算了 那如果你说手头上面只是握住一只半只 那个量又不是说很多的内房股呢 暂时我觉得又没什么问题的 那当然都要看你握那只是哪一类型呢 如果你说握那些是属于一些很小的 又或者是本身的负债又高 又或者在去年来说 全年那个物业销售又不能够达标的企业呢 那就可能相对的风险都会是高一点的 听你这么说 握着这些内房股其实的风险都不小的 如果是这么说 现时应该将这资金派去哪里 会不会一些譬如A股相关的ETF会比较好一点 起码至少A股ETF都不会有些好像这些内房 一些对整个板块有一些那么突然的负面消息会传出来 这些会不会是价保收的算是吗 当然你直接买A股ETF 追踪内地股市的表现 当然是一定稳定一点的 因为就说内地整个股市 在去年下半年开始都是重拾一个相当之强的声势 见到近期即使那个成交是弱了一点都好 但都能够保持到每日大概是五千多六千亿的成交 兼且不要忘记 就是说今个礼拜都是因为有二十几只的新股同时是发行 令到很多资金就抽走了才令到成交是跌了下来 但如果你说去到下个礼拜当这一部分的资金释放出来 我相信整体A股的走势都仍然是向上为主 还有如果你说说波动性 始终你买某些独特的板块 就一定是比起你买整个指数ETF 那个风险一定是高一点的 所以如果你说以稳定选择的 当然就把资金拍回一些 内地A股的ETF就会比较好处一点